双方当时在超商店因为结账排队 埋下了导火线 喝醉的王姓男子觉得对方让他结账 等太久了让他气到在店门口要堵他 夜市牛排价格很亲民 很多人爱吃 但是有民众点了一份三分熟的牛排 吃完回家之后居然拉肚子了 有网友就建议说到夜市吃牛排建议 一定要吃全熟 也揭开了背后的真相 有人惊呼吃错二十年了 我们到餐厅用餐 如果说生意真的很好 没有位置又不想等 店家有时候会问你说愿不愿意并桌呢 但是跟不认识的人吃饭真的地雷不少 除了怕尴尬以外 统计一下 大家最怕遇到的就是有人用东西占位置 或者是同桌有小朋友一直在哭闹 甚至还有人碰过加错菜的 另外驾驶人看过来 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驾驶开车去加油 结果忘记自己加油口在哪里 还要下车看 但其实只要看看 仪表板油表旁边有个提示箭头就可以知道加油口在哪里了 要是下车之后才发现 哎呀忘了关车窗 有部分的车辆还有快捷键 长按这个锁车扭扣就可以了 还有哪些功能带您来看 我们在路上看到大货车通常大家能闪就闪 这叫做再大物上路 除了法律有规范 要先规划路线申请路权 也要前倒车开路 警示灯跟随 那么资深司机还有一套潜规则 像是尽量深夜出发 避免跟人车发生意外 有些路甚至是完全不能开的 另外来看外送员 他们是按单量记筹的 也就是跑越多你赚的越多 想要多赚点的话 绩效奖金也是一个关键 那么外送平台各出奇招 像是Fu Panda 他们半个月内要是累积接一百五十单以上 每一单的报酬就会多十块钱 还有UberEats 他们除了这个单数达标会额外给奖金 如果在单量比较多的热区跑的话 还有加成